鍋貼煎得酥脆 裡頭的豬肉加洋蔥末 更是好吃的關鍵 但就是因為這裡頭包的是豬肉 這半年來不斷飆漲貴的不像話 因此鍋貼在9月1號開始也準備開漲了 在毛豬價的部分 每公斤從72到今年這一週都已經來到82了 到相關到今年的中秋還會再往上走 那我們苦撐了8個多月不得不漲 最便宜的招牌鍋貼一顆從5塊錢漲到5.5元 原味水餃則是變成一顆6塊錢 麵食只要是有加豬肉片的 一口氣則是調漲10到20塊 有的店家雖然還沒有貼出公告 但已經先口頭告知客人了 他說之後會漲價 對 所以現在還沒有 5到8都可以啊 還好啦 我覺得如果漲個1塊錢 我覺得還好啦 你口中吃的午餐就要越變越貴了 但這波漲價潮還包含你的早餐 統一抽上熱賣的瑞水牛奶吐司 原本55元 但看看方框裡頭的數字 無預警直接變成58元 銷售到其他通路的陳光吐司 也是從40元含漲到48塊 他們好像先拿240喔 逢年過節就大牌 長龍 基隆著名的禮服餅店 鳳梨酥也從一顆16元漲到18塊 吳寶春的店面也有60幾張麵包 都漲了10塊錢 不敵原物料飆漲 民眾超有感 只盼在下跌時 店家也能帶頭調降價格 角度以後 周一的台北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